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期六在香港仔運動場上演 賽馬會精英杯B組賽事 由標準流浪面對李文 開賽不夠一分鐘 李文就打開紀錄 安尼亞回後 迪高快腳射入 門將飛到盡都破不到 30分鐘余偉蓮放過場傳 余佩康範門將一步捉到球 不過中柱 最後由姬華利頓按門保中 李文贏到2比0 李文之後還有一次黃金機會 姬華利頓搶到球之後 推過門將 面對空門竟然射不入 流浪去到上半場尾段 先有一次伺仰攻勢 趙正宇和劉智樂一腳撞場 撕破李文防線 趙正宇順勢殺入禁區起腳 但過不到門將潘尚熙 流浪落後兩球翻入更衣室 下半場流浪未見起色 63分鐘還要輸多球 迪高接應鄭兆君角球 近處輕鬆頂入 今場個人迴開二度 5分鐘後 保利神看到定起腳 後備入體的門將盧少奇 擋多個球再入網 李文搖搖領先4比0 保時階段流浪差點破彈 單神田夢實起腳 被潘尚熙破出 之後輪到空曬的歐陽耀聰 轉身一抽又不中目標 最終黃黑軍團4比0贏流浪 拿到今季賽馬會精英杯首勝